大家好,我是Alex 這部Hazelberg X2D我上年10月拍到的手 短時間內也賣了很多Hazel的鏡頭 當中包括了HCD系列的自用對焦鏡頭 亦有一部份是V系列的Cloud Size手動對焦鏡頭 因為鏡頭比較多,總共有10支Hazel Mount的鏡頭 所以使用上不平均,有部份鏡頭比較少用 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上次試了一支Hazel 350mm F4鏡頭 其實我有兩支350mm,一支是4光圈,一支是5.6 上次試了4光圈 而今次我試了一支500mm APO鏡頭 中片幅來說,長鏡頭不多 500mm來說算是最長 而這支還是Car O Size 錯視出品 還有APO加持 所以我對它非常有信心 先前拍過,效果非常好 而我最欣賞的就是鏡頭設計 鏡頭是內對焦的 整支鏡頭對焦時不會伸長縮短 而對焦環也相當柔順,對焦很方便 而今次我做了三個嘗試 第一個是500mm就是這樣拍攝 第二個是加1.4增距鏡 而第三個拍法是加2乘增距鏡 以前在菲林年代 我有一個用Car O Size 2乘增距鏡的經驗 我發現反而用瑞典出品的Hazel 2乘增距鏡 比Car O Size更好 所以今次我再買的增距鏡1.4和2乘 我也是買了Hazel瑞典出的增距鏡 有些朋友可能覺得 用一些比較舊款的鏡頭 裝在一些最新款的一億像素相機上 效果就不會太好 因為覺得舊鏡頭的光滑質素不是太好 而我有另一個看法 譬如我用的Car O Size鏡頭 在當年來說也是最頂級的品質 而以前我們用了6x6底片 放大到很大張 效果也很好 也沒有問題 而當年鏡頭的設計因為拍片或幻燈片 也沒有時候矯正 即是沒有數碼矯正 如果它有色散或鏡頭變形 都很容易看得出 所以當年鏡頭的變形非常少 而色散亦很少 相對近代的鏡頭 很多時就算貴鏡靚鏡 都要靠時候數碼矯正 如果近期添置的Car O Size V系列鏡頭 包括250mm四光圈鏡頭 30mm 5.6 30mm四光圈 和這支 500mm八光圈APO鏡頭 變形度都非常少 基本上都不發覺 而色散方面就更加少 尤其這支500mmAPO鏡頭 基本上看不到有色差 當然 加上增距鏡1.4或2成 就有很明微的色差出現 這方面也估計得到 因為加增距鏡 影響質素 一定有多或少有影響 而這兩個增距鏡 亦不是APO級數 在未經數碼矯正的情況下 有少量的色差 其實都可以接受 如果時候我們在Lightroom 或Fudoshop 用Lens Correction 將色差矯正 小量的色差 都不會存在 接著我又加上了 1.4增距鏡 大家看看效果又如何 嗎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中極測試是把500mm APO鏡頭加上二乘增距鏡 焦距等於1000mm 因為這季中片幅0.8 大約有800mm 但大家要留意 光圈原本也不是大 是8光圈 加上二乘增距鏡就變成16光圈 而仍然保持ISO-200 所以快門相對比較慢 只有幾十分一秒 所以風大的時候我不會拍 我會等花定下來才按下 大家可能有個疑問 為何我會買幾支手動鏡頭 不買自動對焦鏡頭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哈蘇還未出那麼長的自動對焦鏡頭 我手上這四支K.O.Size鏡頭 當年在Philm時代是非常貴的 現在的價錢比當年便宜很多 但我只是當它臨時用著 希望哈蘇盡快出自動對焦的 30mm 4光圈鏡頭 再加上原廠的1.7APO增距鏡 整個XCD鏡頭系列就比較完整了 其實哈蘇的K.O.Size鏡頭都有兩支超級美鏡 就是250mm F5.6 SA鏡 還有一支就是350mm F5.6 SA鏡 這兩支SA鏡現在二手市場都不便宜 如果新增的250 SA就要4萬元以上 而350 SA就要7萬元以上 其實還有一支講漏了 因為那支不常見 那支就是300mm F2.8 現在EB的價錢大約是50多萬元 其實中邊幅的長鏡除了哈蘇的K.O.Size之外 還有不少品牌子選擇 例如Mamia也有不少APO鏡頭 Pentex也不錯 而Mamia和Pentex的價錢更加抵壞 今次講到這裏 遲些就和大家分享吧 如果覺得條片好 就給個like 亦都歡迎將它分享給你的朋友 拜拜 歡迎各位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需要按訂閱和按這個小鈴圖案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載的通知 最後記得按LIKE我們 多謝各位